全球的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他的老闆馬斯克 也是一個一路被人家唱衰 放空遇到挫折的男人 但是這個男人呢 不但沒有被打倒 而且他的公司市值破兆美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特斯拉的老闆 他的風險 特斯拉的風險現在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間公司現在最大的風險 就是老闆馬斯克的健康 因為他最怕的是 老闆做事做一做 如果他做不下去了 那特斯拉這家公司 怎麼往下走啊 那特斯拉如果沒有辦法往下走 台灣有很多他的供應鏈 所以當馬斯克說 他自己一連三四天 都住在特斯拉的工廠 然後都是用安眠藥 來住眠的時候 很多投資人 就會很擔心他的健康 但特斯拉現在的成就 確實迎來他最新的風光時刻 敏寬 馬斯克最近 可以說是全世界 最風光的一個男人 那這個男人 最近又創造了一個紀錄 真是狂 先來跟他說多狂 各位 全世界最狂的男人 這個叫Ian Musk 他居然睡一覺起來 奇怪了我的資產怎麼多了 一兆的一個台幣 那我曾經仔細去算一下 他睡覺這個一秒鐘 各位一秒鐘值台幣43億 好恐怖喔 可是各位這不是平白得來的 為什麼呢 其實等一下我們會來談論到 他過去的十年當中 他是多麼的辛苦 沿路將真的打打打打過來喔 但我們現在談到台灣的一個受惠場 很多人最近都在說 那個特斯拉怎麼會長成這個樣子啊 為什麼呢 第一個 股價目前要突破1000美金了 然後市值會有史以來來到最高的一個狀況 一家公司值一兆美金喔 但人家真的有實力 為什麼呢 美國區電動車冠軍 歐洲區電動車冠軍 中國區電動車冠軍 而且都是一個人打三四個 各位 夜問傳說中一個人打十個 他已經打超過囉 全世界前十幾家的廠商通通被他放倒 但是 重點是在於 特斯拉他不是一個人好喔 我們來看下面這張喔 特斯拉因為他這一波 他做了一個電池的一個轉換喔 他過去的電池是利用日本的Panasonic 松下的一個電池喔 那個是三元電池 那目前因為三元電池 他的製程比較高階 而且也比較貴 所以寧德時代 因為寧德時代現在的產量很大喔 寧德時代目前全世界有三大廠 他就說 那我們跟寧德時代來配合一個長約好了 結果這配合一個長約呢 台灣的廠商好得不得了啊 台灣包括了做正負級的美琪馬啦 康普啦 包括做整個傳導的中炭啦 還有做整個磷酸的聚合 最近受惠都非常非常大 大到什麼地步呢 這一個禮拜來喔 很多人如果說有買到這些電池的相關個股 真的是做夢也會笑耶 我們先來看上面這檔喔 上面這檔叫康普喔 康普一個禮拜呢 各位漲三成多 那特斯拉因為目前的正負級電池 都急需要台灣的一個廠商喔 所以台灣的4739的一個康普 一個禮拜漲了三成 我們再往下看喔 美琪馬這家公司讓大家最嘖嘖稱奇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琪馬一個禮拜也漲得接近三成喔 漲得真的是嚇嚇叫 而且重點在哪邊呢 重點是我們這兩家公司那個專利 跟整個中間的流程 通通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不用看人家的臉色 請各位注意喔 台灣這幾年來有很多的一個公司 我們很多是需要去跟國外做配合的 可能專利全是在別人的手中 但我們目前很多電池相關的專利 是我們自己的 來談論到馬斯克這個人喔 馬斯克大家看他今天這麼風光對不對 其實馬斯克在2008年的時候 差一點撐不下去 人家說喔 福無雙至或不單行 2008年那時候他發生什麼事呢 他人生有三個願望 他有做了Solar City 要做太陽能 然後有做了所謂的SpaceX 要做整個太空有關 做特斯拉要做電動車 但他心中有一個最大的一個想法是 我要讓這個世界變好 可是2008年他卡彈了 卡彈的時候呢 多倒楣你知道嗎 第一個 那時候的電動車根本做不出來 然後錢完全都燒完了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啊 然後SpaceX那一年特別倒楣 火箭送三顆爆三顆 各位全中耶 每一顆都爆炸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這麼倒楣了 回到家想要好好的休息喔 他的前妻叫賈斯汀喔 每天亂他 一直亂一直亂 弄到他都快要腦神經衰弱了 他那時候曾經絕望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他曾經絕望到說 哎呀我到底這個特斯拉跟SpaceX 我要兩個到底要救哪一個 後面他曾經去找庫克喔 結果那時候庫克呢第一個 蘋果的CEO 對蘋果的CEO庫克 那時候第一個他財大寄出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把我的特斯拉賣給你好不好 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結果庫克說 我們家的蘋果 我們要自己做 我們要自己做 結果庫克也因為這個原因喔 目前跟電動車還離非常遠喔 但那一年雖然說他這麼的辛苦 青黃你知道他最大的救星是誰嗎 美國的NASA 美國太空總署呢 本來合約火箭發展的合約喔 通通給俄羅斯喔 那天那時候不知道怎麼搞的 福治心靈 一家公司一年火箭爆炸三次 他居然敢把火箭合約給SpaceX 總共給他多少呢 給了16億美金 這16億美金呢 第一個讓馬斯克通過了那次的一個難關 然後後面呢 也就這麼奇怪喔 16億美金是總共多少次的運送呢 各位18次喔 美國太空總署一口氣 給他16億美金之後 想不到馬斯克他從此就雲開見月明喔 他的整個運勢就越來越旺 就這幾年下來 他成為了全世界最有錢的男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馬斯克確實靠著特斯拉 站上世界首富的地位 不過賺這麼多錢 美國政府在課稅的腦筋 當然也會動到他的頭上 可是馬斯克最大的特色是幹嘛 發推特 所以馬斯克的發推特 連續嗆瞎美國政府 這是怎麼回事 輝珍 對 我們知道其實之前 馬斯克跟另外貝佐斯 兩個不是真 誰是首富這件事情 真了一段時間 亞馬遜跟特斯拉首富之戰 就沒有想到現在就是 馬斯克就贏了嘛 但是問題是 就算是馬斯克贏了 其實有一個富豪排行榜 就是說富豪慈善排行榜 他們兩個並列 一樣小氣從來都不捐錢 所以現在美國政府就覺得說不行 你們這一些這麼有錢的富豪 富可敵國富豪 不僅是慈善不作 你連自己本身很多的稅 你也可能會避掉稅 所以因此美國現在民主黨要推一個稅 叫做億萬富翁的一個高的所得稅 他們有估出來 如果這個法案通過的話 光是以伊隆馬斯克 未來五年 他可能累計要找五百億美金的稅 五百億美金的稅 所以馬斯克心想說 你怎麼給我磕稅呢 他一火大連續推三個推文 推什麼推文呢 第一件事情 他說我這個錢 我不做慈善 但是我是因為要把這個錢 全部留下來 送台灣的 送全人類 陸續陸續可以上外太空 可以上火星 讓他們開開眼界 讓他們看看這個宇宙 所以我這個錢 不是要我個人要用的 我是為了全人類在著想 第二個 他說呢 你們現在一直想要把我的毛 不過就是因為美國政府沒錢嘛 所以他就發推文說 我跟你講這個政府這樣 當他們花完自己的錢之後 他就來搶你的錢 他說呢 現在美國的國債 是來到多少呢 來到大概是 2000年的時候 美國國債的負債比是大概56% 然後呢 現在的負債比是高達126% 整個美國國債高達28.9兆美金 平均換算下來 每個美國人背了債務是23萬美金 大概六七百萬台幣 他的說法是說 美國政府他自己的債這麼多 他以為把我的馬斯克的財產拿去 然後給我課一大堆稅之後 你就能解決問題嗎 我給你我500億美元的稅好了 能解決你28兆美元的一個 國債的漏洞嗎 背水車薪 對 背水車薪 然後他就講說 所以美國政府這樣 對我們這些有錢人鬥腦袋 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我認為 馬斯克的推特的文章 基本上是馬斯克 對美國政府的超前部署 這個超前部署 就是怕你來課我的稅 但是一台特斯拉裡面 你可以看到15間台廠供應鏈的影子 所以在這裡面 電動車的關鍵材料 第三代半導體 連中國政府都非常的重視 重視到甚至來挖 台灣的台商跟許多的牆角 所以亭輝 面對中國的科技威脅 台灣應該如何應對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有講到 他說特斯拉其實第一台 特斯拉的電動車 其實是在台灣的中立工業區做出來的 後來是被轉手好幾次 之後才到了特斯拉手上去 所以代表台藥有相應的 相關的供應鏈的廠商 都在台灣 所以像薛明志他就講得非常好 他說從汐止到台中 其實你在短短的這個30小時的車程之內 就可以把整個所有的電動車 相關零組件的工廠全部都找到了 也就是說台灣有發展這個潛力 再加上什麼東西呢 中國大陸現在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在2019年7月的時候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 其實回到台灣的基本上 整理一下 大概有15家關鍵的一個廠商 事實上投資總金額高達1228億左右 是可以讓台灣整個電動車的市場 整個組建起來的 而這當中包含像 核碩、群創 或者是說像順德等等之類的 他們投資的規模都非常大 所以等於說 其實台灣在下一個世代來講的話 這個電動車市場包含電池產業 第三代的半導體 或者是相關的零組件 都已經完成了這樣一個供應鏈了 所以人家說這叫做小特供應鏈 小特供應鏈 因為你基本上 特斯拉他雖然在中國大陸有設廠 雖然在中國大陸 他有所謂的相關供應商 但是台灣來講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在電動車市場上 扮演一族之地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 政府要開始往這個方向走 而且這個方向走之後 也可以形成 除了所謂的就業機會之外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現在拜登政府 其實美國目前國內的電動車的充電站 基本上是25000個 而拜登上來之後 他說他打造成為50萬個充電站 你看不管這個商機怎麼樣 光是就業人口就可以達到100萬人次了 那如果你把它套到台灣來的話 你相應來講不只做電動車 你還要做電動的充電裝 你還要電動什麼的充電站等等之類的 整個所有的產業加起來的話 台灣會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就可以視想而知了